大家好,我是Dan 在回应,本来想试水文 但当发现大众反应太不好 所以闭上嘴了不适可可 加害者竟然说经过许多考虑后 决定不发表立场 还以为会发表什么了不起的声明呢 虽然对Kim Suyuan不感兴趣 但还是觉得他很可怜 我搞不懂他 他自己上传了旧照片 至少应该说声对不起来结束这件事 一看就知道 那张照片是在看电视剧后 他觉得他与Kim Suyuan过去同属一家公司 且有交情 所以为了炫耀而上传的 因为那张照片 让Kim Suyuan和所属公司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 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诚实地道歉 真是疯了 这种想要拨得眼球的行为 真的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出现 不要再给别人带来麻烦 希望Kim Suyuan越来越成功 最近姚家艾德举办了一场线上签收会 在视讯中 一位海外粉丝拿着平白写下 拜托不要跟丑男谈恋爱的字句 而被逗笑的米恩的真实反应 引起了韩网欢笑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因为是外国粉丝 所以更好笑可可 米恩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千万不要玩米恩你 米恩啊如果要谈恋爱 拜托一定要和又帅又美的人交往 原来全世界想的都一样啊 3月25号 还不信任女团艾丽 发表了新曲《Magnetting》 这首歌曲的NB在公开不到24小时 就突破了1000多万的观看次数 第二天的专辑销售量突破20万张 每轮套百排行38位等 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而在海外的成绩更加诱眼 截止到26号 Magnetting在全球14个国家地区的iTunes 进入了前十 也进入了世界最大的音源串流平台 Spotify的每日全球热门歌曲榜单160位 借此艾丽创下了首歌在出道当日 就进入这个排行榜的KPOP女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新人女团艾丽的出道区Magnetting 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这首歌很好听 像是游戏音乐一样 让人忍不住一直听很洗脑 不过NB就有点平淡了 如果能配合歌曲的氛围 变得更独特且色彩丰富一些就更好了 让人想起Redweb的Russian Lulay副歌部分 以及2010年代的歌曲风格 女禁死加伊大利索妞加Redweb 我觉得不是女禁死 而是有穷兵里的感觉 很像Triple S和出道出去 伊大利索妞的氛围 看到直接照办 The Serapy和女禁死的舞蹈引起争议 感觉海域就是想利用负面争议 来提高新人歌手的证明度 似乎将这作为公司的基本策略 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海域 这样的组合可能也不会这么受到 关注和讨论 成员的组合也是 好像没什么特别突出的印象 都很好 但影侧没有加入真的很可惜 如果有影侧 就可以在成员数量伤害女禁死等有所区别 对内也不会有冲叠的脸孔 而且这次的概念似乎也适合影侧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她会离开 影侧是在选拔艾里的节目 艾连的二中 以最终投票第二位的成绩 成为艾里出道组的成员 但是在今年一月 因个人原因决定退出了 一直吵新闻说开启了五代 真的很让人反感 女禁死里斯特品艾布刚出道没多久 就这样说开启了五代 感觉有点不妥 所以对于新人女团艾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